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甘叔 謝謝… 來, 隨便坐… 其實我自己也有把 不過剛才要用的時候才知道 弄不住了 那些東西是這樣的, 要用才弄的 試試我這把, 我搬過來的時候才買 很好用, 用完了, 無法反過來 好東西, 其實我替你借東西 應該我下去拿才對 還要你送上來, 怎麼好意思 我不好意思, 真的 經常問你借個天台 曬Vinnie的手袋 剛剛我上去準備收 順便拿過來給你 小意思, 你們坐著聊聊天 我做點事而已 好… 其實你的升盤 我大致上都差不多說完了 你有什麼不明白, 你再找我吧 不過千萬不要再聽別人說 三十歲之後就要看上星星座 好, 再見 阿June, 我想問你是否真的 但我自己聽別人也是這麼說的 這個說法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其實上星是你給人的第一個印象 真正的解釋是先天特質 受到成長環境的影響 而逐漸索造出來的一種本能面具 跟什麼碎數是無關的 我以為你只懂水晶和塔羅 星座你也這麼熟 少許吧, 你的上星星座是什麼 不知道 你不是蓋過星座盤嗎? 我幫你 說出你的出生年月日和時間吧 1993年六月一號 早上七點多鐘左右 但是我寄了一分真的忘記了 行的, 好 你的上星星座是巨蟹 太陽星座是雙子 月亮星座是雙魚 你不是上天台收袋嗎? 你為什麼要去買水晶? 不是買的, 樓上阿June送的 他說放在適合方位就會提升運程 放幾塊就行, 是不是這麼容易? 只是困你錢而已 你有沒有聽我說話的? 說明是送的, 免費的, 免費的 你可以隨便給別人嗎? 但我有你的時辰伯子 你怎麼同呢? 其他人拿了我的時辰伯子 怎麼知道去做什麼? 我突然間這麼迷信, 你很欺負嗎? 真的很欺負 最近談的工作, 全都解禁了 還有, 拍廣告的給我做硬照 賺少幾個零 那是你自己辦事不力的 不是, 還有, 你記得之前 你不是送了一條放煙筒給我的 紅色滑滑滑的那條嗎? 我又不見了, 找人整個屋子都沒有 我何時送那條放煙筒給你? 那條是短褲 你真的很沒心, 不過不要緊 你這個購物窮, 見到你便買 不見了便買那條, 幾千元而已 不用 我不穿也可以, 最重要是省錢 看見嗎? 一天說幾百次 你的水晶擺盤擺, 別擺得黏黏 影響上阿郊的隔釣 只要有你在, 就算垃圾房 也可以很有隔釣 糟了, 全都裂了 是不是拍了劫? 自己不小心就不小心 那天Jate這麼年輕 也不知道有沒有了解 相信他的水晶 如果你真的不相信 你不如找一個有經驗的師傅 我幫你拍一條命, 看那個榴槤好 行了, 我當然記得 鍋蛋、牛肉飯多豉油嘛 還有要多飯糟 如果我有這麼多要求 我會被人打的 你的影響真的會 算了, 早去早回吧 喝吧 年輕人, 你最近不太行 不行?你說什麼不行? 我看你拿紙巾都跌錢 有點失陣 你可以不用相信我 我在苗街擺檔擺了幾十年 來, 坐下, 贈你幾句 這麼好?就看你說什麼 你權是主權 體權是必體備 權備呢? 你要三年互補 你有權無備, 有權無財 你表面上有權 但是實際上 每次要求人, 很辛苦 是啊 我經常做的事 做到最後都窩可沒有了 我想問問大師 怎麼可以打破這個宿命呢? 先把他的格格寫下來 簡單的東西, 擺放就行了 按照這樣看, 下個月就會變好 現在才是月頭 有沒有東西可以再快一點? 要快, 當然要借 你今天借, 明天隨時有轉機 首先要找一個好運的人 然後你要有時辰八字 再加上他的信物才成事 現在借運, 你說得借錢那麼容易 如果你找個目標, 將來二個借錢 就像那家, 出紅而已 那個老闆 根叔, 他也找你的嗎? 他2011年尾的時候來找過我 他說公司周轉有問題 怕熬不到過年, 要倒閉 那就教他借運 一會兒, 他公司不止不倒閉 把他抗出了車隊, 真棒 我想問, 如果被人借運的會怎樣 被人借運的會怎樣 別騙運, 耍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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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 每隻獸, 命都沒有 那被人借運的會很可憐 你借他, 他借人, 有借有還 做人也是這樣 下次真是不要貪便宜 一代二代拿鬼死自己 齊先生, 有街坊見到你 讓我媽媽煙通 寄了到街上收拾給你 是不是紅色滑滑滑的那條? 是嗎? 那就要問根叔 根叔收拾了嗎? 不是, 根叔要還電鑽給你 叫街坊把媽媽煙通拿給他 他一起給你 他又還電鑽給我 但是褲子他沒有還給我 可能他拿漏了 我看見他, 跟他提一提 人有心急, 不妨礙你, 我去廁所 快點去… 確實說, 你也過不了這關 過不了會怎樣? 百多二百萬會死也是 不過人算了, 我已經選定了 我不收…我們見面再聊, 再見 根叔 買了很多東西拿不到嗎? 我…我幫你忙 不用…你剛才樓上走下來 又要你走上去嗎? 幾步路而已 而且我又不趕時間 根叔, 我想問你 你是不是收拾了那條紅色光的 掏捏的那條反應吧? 沒有… 沒有? 剛剛翔叔才對我說 他是有跟你說的 他說你拿了 或許他記錯了 你知道, 翔哥的記性 是金如記憶 不說這些了 我今天煮了好的湯 花膠、燉烏雞, 只欣補神 我把碗給你 這麼客氣, 康叔 你借了這麽多東西給我 喝碗湯就算了什麼 我們有借有還, 街坊街 你不用計到這麼多的 還得到就還, 還不到嘛 根本你借了一件轉之外 還借了其他東西嗎? 我們走吧… 第一次見你陪我購物購物 這麼開心 大哥, 中了六合彩 這麼難中都被我中了 睡覺也會笑 你中了三獎, 只有百萬多元 做人不要這麼好帶子 有些事情你真的沒得不相信 之前找你的工作, 全都解除了 現在全都回來了 運這件事, 要你怎麼擋也擋不住 你猜是林大師道芙厲害 還是June的水晶陣厲害? 誰知道他們兩個厲害 我們兩個有運行就行了 這也對 你怎麼搞的?在這裡燒街衣 你的衣服很髒 對不起 對, 這裡人來人往 你一定要選這裡燒的 十一年前, 我的恩公仔在這裡救我 今天是他生技 我…我燒完了, 我就走了 他說這裡死人了 我們還經常走來走去, 怎麼辦 別管了, 先打敗 真的, 你不知道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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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死過人了? 十一年前, 這麼久的事, 我忘記了 你問另一個… 十一年前, 忘記了 下次不要再去那間餐廳了 這些東西肯定骯髒難談 現在回來後, 瘋得七彩 不要說你自己的玻璃肚子, 我就有吃 你也不關心別人 你看這麼久在這裡看什麼? 原來這裡一、二年真的死過人 這個報道說 有個男人為了救個小孩 是在那裡死的 根叔叔, 他明明知道死了 怎麼跟我們說沒有? 難道是因為根叔叔的心情不好 所以他不想說? 我那天聽到他跟人家說電話 總之是煩, 公司出了問題 若這關搞不定, 公司停止了 到十二年前我搞得定 現在一定會成功 不知道根叔叔用什麼方法呢? 我知道了 死了… 知道什麼 根叔叔想借運 借運? 林大師說過 他一一年尾教根叔借運 讓他過了一年 根叔叔說十二年前他過了這一關 就是因為這件事了 他還說如果被人借了這麼大的運 那個人就會接受, 甚至會沒命 根叔叔找到燒衣 他就知道害死了那個人 這次他又有關要過 他又想借運 但這次他想借我的運 如果要借運 就要有果英的時辰八字 和他的信脈 現在根叔叔, 他兩人都有 說出你的出生年月日和時間吧 1993年六月一後 早上七點多鐘左右, 多少分… 有街坊見到你, 讓我媽媽閹通 好, 寄了到街上, 撿回給你 是不是紅色的滑捏那一條? 那就要問根叔了 我問過槍叔 槍叔很肯定說條褲給了根叔 我問根叔拿吧, 他說沒有 原來他拿了我的條褲去作法 有了, 阿棟 說明是借運 根叔也不知道你中了六合彩 也不知道你走好運 他何必知道 在他眼中, 我們倆就是有錢人 難怪他對我這麼好 又幫我拿東西, 又煲湯給我喝 好像前世欠了我一樣 你和他無仇無怨 無緣無故為何要害你? 你想想, 我們一撞到他 回來我又肚腸 我現在全身都沒了力 我覺得我們的好運走近了 你還沒死, 還有一回事 好運就說借, 如果你走衰運 衰運就不借了吧 槍叔 你好 各位, 小心點 Vin, 有沒有聽過 娟太太會走衰運嗎? 衰運, 我來了 來吧 這個…這是最多垃圾 快點過去拆 你一個人不是太貼心 怎麼可以拆垃圾桶?快點 槍叔 來, 徐先生, 你怎麼這麼欣賞? 有心, 張叔 我剛剛看得到有很感人的電影 來, 走 老遠走過去, 你坐久一點吧 不快就出發力 還好說?你又不和我一起坐? 我比你離開, 你去那裡說是大酒店 我肯在咖啡店等你, 算是這樣吧 不過話說, 你這個人挺感性的 明明都不認識別人 看見別人出品你一口吃 哭你的頭是被燒衣紙 不斷弄, 眼睛昏動, 不斷飄眼水 不, 要加把勁才行 不可以在這裡再以待 公司談話, 有什麼進展? 應該搞得好, 看完這兩天吧 阿倫, 若搞定了 我真的可以睡在場安樂睡覺 你聽到嗎?他們只剩下兩天 怎麼辦? 不, 我不和你回去了 你去哪裡? 不用擔心我了, 你今晚不回來了 現在加了一份天橋底 還不需要天地? 你為什麼要跟著你? 是嗎?你真的打算這樣嗎? 不如我現在跟你剷上去罵那壞人 你咬他不進去的 你什麼都沒有拿下來的 要不我現在上去幫你拿一張被子 不用了, 快回去, 這裡是天橋底 被人家裡有名模, 怎麼說? 影響你的形象嘛, 快回去吧 那你自己小心點 行了, 快走 再見 為什麼要吃飯都趕回來呢? 我想一下, 不放心, 不想拖到車 今晚就要過到這關 慢著, 阿哥 那些東西準備好了嗎? 找到人了 最重要的飯都搞定了 所以其他東西應該沒問題的, 快點 突然說要提早今晚 阿奇會不會有事的? 有沒有搞錯? 無故要翻風也有? 那些飯都這麼厚 可能上去下雨也不頂 快有人洗地了 快點收拾東西搬斗 快點… 快走 為什麼不接電話? 死人的, 快點聽 秋琦, 我不會讓你有事的 這位阿梅莊不敢敲門 為什麼是我幫你還記得? 你把我的紅樹根出來 你找我嗎? 什麼事?阿Vin 阿哥, 阿Vin很神惡, 怎麼來找你? 阿Vin, 你在這裡 我警告你, 你立刻跟我收手 他…說什麼? 你是什麼人? 阿奇究竟有什麼得罪你? 你要他死? 好了…你別一口嘴, 怎麼可以? 究竟有什麼事? 對呀… 剛才有什麼誤會? 說什麼瘋子? 你別這麼兇, 有什麼要慢慢說 對呀 你老闆問阿奇遮困嗎? 遮困? 我真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坐下來慢慢說… 什麼?阿奇的媽媽已經通了 你說你沒見過 為什麼會在你家出現? 你還不是打算拿她的事來作法? 你坐下來聽我的解釋 對呀 這樣… 你回來的時候 已經被寶寶咬得壞了 我幫爸爸上網查了這種底褲 賣了幾千元 我幫爸爸不想賠錢 所以才說沒有 你是因為這樣才對阿奇這麼好 你幫他拿東西, 你還請他喝湯? 就是這樣 但我明明聽到你說電話說什麼 你公司過不了這關就會倒閉 你一定是想借阿奇的運氣幫你過關 過關是用回鄉證的 你說什麼? 你說的過關是過海關嗎? 是呀, Will 哥哥的回鄉證過了很久了 想不到要接送大單 幸好大力幫忙搞定 原本想著就是明天晚上才上去 但後來我想一下 怕有什麼事就阻止了就不好 所以決定今晚去 但廟家哥林大師我是認得你的 他說十二年前也教過你借運 這樣你公司才不用收拾 是呀… 我公司那時候的確是周轉不寧 大師教我借運 但我一想太過欣賜了 所以我沒做到 但我上網查過 長樓梯的附近真的死過人 我那天問你, 你說不知道 那件事的確令我過了一個大關 但不是像你想的那樣 我記得很清楚 就是在一一年的年尾 有一個新的行家 突然加進來競爭 壓低價錢來做 搶掉我們的生意 搞得我們人人都沒口吃 我們在這裡熬 熬著熬著, 我始終算過了 熬不定了 所以決定要劫糟營業 就是一二年的一月一日 我決定回公司, 遣散那班同事 我走走走走走走到長樓梯那裡 突然看到有個年輕人衝出去馬路 危險 困難了, 沒事吧 本來important油膠 就是要回公司給他到最後一天 但是要去警場地下口供 所以改餘日後才回來 誰不知就是這一天 無緣無故接了一張大單 一天就差一天公司不用倒閉 最巧的是原來遇到人的車 就是獵拋公司的車隊的車 可能由於這件事 公司的生意一落千丈 沒多久還倒閉 他有的客人, 我的綜紅都立了不少 所以我越做越好, 越做越大 原來你那天不想提 是因為你目擊過過程 當你想起那個年輕人 碰到一灘血, 躺在那裡的畫面 我現在的媽媽也身體不舒服 你臉色不是因為你的心 始終是一條人命 不過他全下有之都應該瞑目了 那天來拜他那個年輕人 應該是想得連他救回那個小朋友家明 他連這個時候也來拜祭 怎麼樣?明白了嗎? 說完了嗎? 沒…沒說了 Win, 你現在不要懸念了, 是吧?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所有事情都是阿琪自己拿來好 我還沒想過, 看來睡覺也不夠壞 要去一個再更厲害的地方才行 我們洗完了? 我們就像黑漆漆一樣 你是不是烏雲蓋頂? 浪費了嗎? 你別傻了,晚上哪有太陽 你幹什麼? 怎麼這麼高興? 你坐下,買一碗粥給你,快點吃 我肚子餓 又有鑽釘嗎? 鑽骨,你幹嘛買魚片粥給我? 魚有益嘛,打算幫你補營養 補貴補馬嗎?吹了一整晚風 又怪誰?我下去找你又找不到 那裡要洗地嘛,就搬鬥 我想要加大力去墳場吧 結果真是行衰運,又坐鑽釘又鑽骨 為什麼才能把衰運變成好運呢? 不知道為何吳大師這麼早開箱了沒有? 你還來嗎? 祝打招呼 Boot